租金就是零元 Personal Colette就是可以幫你一輩子省錢 以衛美之外 指出 自己的George是一個不用錢的人 下午每個餐都會叫外賣 晚上每個餐我通常喜歡自己住 我們有兩輛車 一輛就是電車 在韓國你開電動車去很多地方 很多都是半輛 Annyeong 我是Mira 今天想拍一個 在很多年前就已經想拍的題材 我來韓國差不多十年 由剛來韓國的時候 單身到養了一隻狗 再到現在結婚 我整個生活整個人生都變了很多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個新婚兩年 一個二人家庭 再加兩隻小狗在韓國每個月的生活支出是多少呢? 好 首先講一下我們的家 我們現在住的這間屋是租回來的 但我們的租金是零元 因為韓國租屋有不同的方式 月租半全租或者全租 我們這一種就叫做全租 很快就簡單再講一下全租是什麼 一般來說租約是兩年 租客就是我們是需要給一大塊保證金房東 兩年之後房東是一定要把這塊保證金100%還給租客 大部分的韓國人如果租屋的話 都是用這種全租的方式 但通常這塊保證金的金額都是大的 如果手頭上是不夠現金的話 很多人都會去問銀行 那我們這間屋就是上年租 那市場不是太好 銀行的息還是很高 所以沒有很多人全租 所以房東們也有把這個全租價是降低的 所以我們非常幸運用了5億5千萬就租在這裡 計算港幣就是310萬左右 但幾個之前看這裡的全租價也升到7億 下年假設我們退租的話就會收回全額 所以我們給的租金就是0元 但是其他費用都是要自己負擔的 我們平時要給就是管理費 管理費裡面包了電費水費 維修費、電梯費、清潔費 還有很多的Kilakilakilakilk費用 都是八十在入面 最近這幾個平均的管理費就是40多萬 但是到了冬天 因為我們會開地暖的 所以會高一倍 是80多萬一個月 然後還有煤氣費 就是另外比的 但其實都是每個月幾千萬 家裡還有專家房 每個月1萬 就是一個單位是1萬 這也是包在管理費裡面的 所以拉開整年 在家裡的費用就是每個月大概50萬萬 然後再說一下共同洗費 最大的其中一個洗費應該就是吃 都很常出國 所以出國的時間我們就不計算了 剛剛結婚的初期和現在 其實整個生活 pattern都有一點點不同 所以在吃的方面我只計算最近這幾個月 最近我們出完國留在韓國的時候 我們通常都會在家吃飯的 下午那個餐都會點一下外賣 看4月的時候點了8次外賣 5月的時候點了9次外賣 6月的時候點了12次外賣 大概每個星期兩至三次 計算到大約叫外賣的花費就是30萬W 晚上的餐通常我喜歡自己煮的 有時候就會上晚買菜 有時候我就會直接親身出去買菜 每次的金額大概都是10萬W上下 通常買一次就可以吃一個星期 然後我們看我們通常一個月裡面 大概一個星期的時間都不在韓國 所以我們買菜的錢 每個月大概就是30萬至40萬不等 出去吃飯真的超級不定 有時候可能是一個月只有一個兩次 或者有時候真的連續幾個星期都出去狂見�트 都有的 再加點 algum的PN 譬如我們可能會去Bakery 有可能會去咖啡咖啡 最近的平均數就是差不多60萬 所以在食這方面呢 把範圍拉大一點 我們每個月的總費費大概是120萬W 至150萬ウ Mummy呢便是一些比較大的共同支出 現在可以說一下個人支出 可以先說一下我自己 講到韓國消費 應該大部分人都會第一時間想到衣味 那我自己在衣味這方面指出 就不算太大 其實現在2024年 我猜大部分的韓國人 都一定有接觸過衣味 但是我自己呢 因為我原來是一個新手 雖然我以前20多歲的時候 都有試過一兩次 但是你說真正入門去接觸的話 其實是去年的事 因為說真的 人一開始踏入30歲 你的皮膚就不單是開始鬆 還要是倒閉 皮膚一倒閉的話 你的法令紋就會開始變得明顯 原因明顯無論你的樣子有多漂亮 一看就會覺得你是老十歲 本身其實我個人是沒有什麼下惡線的 而我很久之前 其實都有做過一次Hive 但是變漂亮總是會伴隨痛苦的 我自問啦 我覺得我不是說可以很承受到 這種高能量的肌 每個人可以承受那個痛楚的程度都不同 但我覺得做這些肌的過程裡面 我自己感覺是用一些很熱的鐵板 去辣臉 然後還有一些位置 我是真的不太受到 我是超痛到哭的 痛一次就算了 但又不是做完一次就永世無憂 太可怕了 沒有辦法整人去做這些東西 而且價錢不便宜 你在香港做一次Hive 都要超過萬元 就算在韓國好像說是半價 半價都要超過五千元 都不是便宜的 而且是有個很核心的問題 就是你做完一次的衣味 不代表你就可以平時冷冷閒 反而這些每天的日常護理更加重要 而我手上這個就是 Dermasef新星級Stamp Leaf系列 它可以做到茶上面的Hive 聽起來就超級吸引 我記得之前做完Hive的時候 美容師跟我說 我回去一定要做很多補水 而且要記得補膠原蛋白和彈力蛋白 才可以放大Hive的提拉緊緻效果 但坊間很多Skin Care 其實只是補加人蛋白而已 如果你剛剛做完Hive的話 你用這個Dermasef系列 它可以令你整個療程的效果 更加明顯更加持久 三日就可以填充500%的彈力蛋白 五日就可以增加400%的表皮平常蛋白 彈力蛋白很重要 它就像一個床墊裡面的彈弓 將你皮膚這樣彈出來 平時洗眠之後 就可以用它們的化妝水 大概到一元左右的大小 然後放在上面 打開肌膚通道之後 再重點塗Stamp Leaf乳液 它的質地不是很硬的cream 是介乎一個很滋潤水潤的lotion感覺 塗上皮膚之後 會覺得瞬間滲入皮膚 瞬間你怎麼聞到鼻子填平了 按摩的時候可以雙手合起來 然後下巴打圈到鼻子的下面 再打圈到面珠燈 然後再由眼周到面珠燈連著打圈 用完整塊臉之後 你會覺得皮膚好像firm了很多 是有一種扯扯的感覺 而且整個線條也要向上 塗了也要有一段時間 再用那個按摩手法 我又覺得這個髮令紋粒陷位 是淡了 好像平時化妝的時候 你會特地用粉去遮一遮這個位置 有種填平的感覺 還有看回我之前的影片 我經常會不經意有些低臭的位置 經常搞到Shopper 是會很明顯地折了出來 但我覺得最近用回同一個角度 下巴是sharp了很多 下巴肉是沒有那麼明顯的 所以勤力堅持用Derma Subject 再加上按摩的效果 真的可以做到high-through的那種緊緻提拉 Derma Subject 一向都用日本製藥級的技術去護膚 所以它們出名功效好 接下來7月19號至8月1號 買Derma Subject Stem Lift系列 會有七五折優惠 所以有興趣的大家就趁這個機會入手 除了補充膠原蛋白這個重要之外 我自己會再做的就是LDM這些Laser 就是去角質收毛孔 如果天氣太冷太乾的時候 都可能會再做一些保濕的療程 所以算回這些比較常做的衣美療程 普通拉返 在衣美上花的錢是20萬W一個月 對女生來說 個人開支還有什麼 就是買化妝品 買衣服那些 但其實說真的 我不是一個喜歡買衣服的人 我真的覺得買衣服的頻率是很低 因為我身邊有些女生朋友 她們真的會每個月花幾千元 只是買衣服 甚至我覺得拍片的時候 其實我的衣服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留意到 出鏡度是很高 譬如我現在穿這件衣服 這件衣服只是出鏡應該都四五次 已經不算我平時沒有鏡頭 就這樣出去的時候的那些次數 化妝品的話 其實都覺得因為是做完了那個 Personal Color Test 你知道了什麼顏色的適合自己之後 不適合你用的顏色 根本看都不會看 買衣服都是一樣 所以說真的做一次幾千元的Personal Color Test 可以幫你一輩子省錢 我還是覺得超值 說得太遠 Skin Care的話 其實我最多就是去Olive Young買 因為職業的關係 所以我平時都會收到很多不同的品牌去試 所以應該有八成的時間 我都在測試這些我收到的Skin Care 然後我現在在看我Coupon的購物紀錄 我覺得買自己的那個比例不是說真的很多 我反而是買家的東西多 譬如我可能會買一個濕紙巾盒 然後我早前Josh不在的時候 我不是撿了廚房的 然後買了一些收納的用具 那就是濕紙巾啊 紙巾啊 然後我現在看看 我發現有不少的東西 其實都是因為我拍片的需要 可能買腳架 可能買鏡頭 可能買一個麥克風 所以如果有拍片用具 算在我個人消費裡面的話 可能每個月的消費是 50萬至到100萬不等 但是又不是每個月都買的 我可能平常當70萬 那至於Josh的話 我應該有很多條片我講的 就是他是一個不花錢的人 他又不是瘋狂喜歡買衣服那些 甚至是他不買 他現在的衣服都是我叫他買才買 他又沒有什麼特別興趣 他又不會買鞋 又不會買錶 又不會買什麼fake 他沒有很貴的興趣 他現在唯一 他有存在Pokemon的卡 Pokemon的卡 是非常之容易在便利店可以買到 3000元 20多元裡面有6張 就算他一次過買100包 都是2000元港幣 所以你說他的個人消費 我當他每個月20萬 都應該不知道有沒有 如果算他最近洗得最多的 應該就是頭髮 因為他最近有漂髮 我最近也漂了頭髮 算是染髮洗漸出去那些 大概每個月是15萬 那我自己的話 如果我只是保染髮筋的話 可能是11萬 但是如果你說要做Color 然後要做其他treatment的話 可能也要做到60-70萬 那現在我還是看我髮筋生長的速度 那髮型師就建議我們 大概一個半月就好整一次 我覺得我生長速度也不算太慢 我大概一個月就整一次 如果一個半月的話 我的髮筋也會很明顯 忽然現在我們電話上網那些 上網和電視就是每個月5萬W George的電話上網費就是6萬 那我呢 就是多一點點的 就是8萬W 我應該是用5G無限上網 George他應該就不是無限 然後就交通方面 那我們就有兩架車 一架就要進入 一架就是電車 現在我們多數就是 電動車就是我開 因為我覺得穩一點舒服一點 然後George通常會開Mini 容易去洞洞洞洞洞洞 然後又方便停車 如果我們一起出去的話 我就比較喜歡一起坐電動車 但是就是他開 電車的話 每個月大概充2次電 每次充電是17萬W 可以充到400-500K Mini也是超級低 因為那架是柴油車 那在韓國的停車費呢 大概一個小時是3-4000W左右 但是也有些是一個金額 就可以傳入泊車 那些大概是1萬W至1萬W左右 當然也要看地區 如果你有江南地區的話 是會貴很多的 然後我們其中一個停車最多的地方 就是機場 大概每個月是5萬W左右 我們通常就會停電動車 在韓國你開電動車 去很多地方 或者過什麼隧道 什麼停車場 很多都是半價的 所以電動車其實比起普通油車 是真的幾乎可以省3分之1的價錢 自從買了車之後 然後我也挺常駕車 已經很少搭地鐵巴士 甚至要的士我也不太搭 用一架車就等於你在外面 用一個迷你的家 有什麼需要 或者有什麼頭暈身輕 我立刻衝進一架車 我就可以搞定 所以這幾年來不駕車的次數 真的 我猜有沒有超過20次呢 可能都沒有 如果我們計算 每個月在交通上的洗費 就大概10萬W一個月 好的 最後一個省息 是一直忘了說的 就是狗狗 突然開心就在玩玩玩玩 零後 er 去 她們要吃乾淨 然後早晚擱一頓 有時候都會混前 新鮮的雞胸肉 或者鹹菜給她們做 還有零食 但是零食我們不太多 有時給零食我都會剪新 因為不想他們吃太多 大概計算每個月是25,000瓣 雖然他們都會出去散步 但聽不知為什麼有很多料 有很多東西就正常 但每次興奮完 興奮是指我們在外面回家 或者是我們有朋友在外面來 都會衝去那邊邊 所以我們家裡是要準備尿墊 尿墊平均每個月30,000瓣 因為他們每個月都要做防蟲的動作 我們會去醫院給他們吃防蟲藥 加上有時候可能會打針 然後會做基本清潔 大概拉花雲就是每個月60,000瓣 Touchwood現在兩隻當然很健康 沒有找什麼很大的病 是隔離皮膚病 我們比較少帶牠們去狗狗運動場 或者帶牠出去吃飯 早期的我 其實我是很希望牠們可以去玩多一點 但後來慢慢觀察到 其實牠們兩個都不是特別 很喜歡跟外面的狗玩 會感覺到 比起Teddy和Louis兩個 牠們自己存在一個空間 尤其是牠們存在的時候 看到牠們的舒適度是沒有那麼高的 因為本身Teddy喜歡人多個狗 然後Louis說因為牠現在都三歲 不知道為什麼因為年紀關係 牠對狗的興趣是快消失很多 可能牠一開始很開心地打了招呼 但之後不會特別想繼續玩下去 會想黏在我們身上 或者自己走來走去 所以就算是我們帶牠們去玩 都可能是牠們的小孩 可能是朋友的一兩隻狗 所以在狗狗的支出方面 其實真的 每個月計算大概是40萬 以上就是我們兩人兩狗的家庭 在韓國每個月的生活支出 但我全部都是有預算多了一點 因為這是最近我一個小小的習慣 譬如買一件東西 我預算1000元買 但實際上原來800元就可以買回來 變相我會多了200元走賺 比我預減少了原來是1200元 因為如果你失預算的次數越來越多的話 對你未來整個財政的規劃 其實是會很有影響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好習慣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終於完成了這條片 好啦 下條片裡再見 Bye 小小小小